白色轎車直接撞上大樓柱子 發出劇烈聲響 大樓警衛立刻趕來查看 只見駕駛倒在車旁 失去意識 救護人員或不趕來 男子雖然沒有生命危險 卻渾身酒氣 而且不遠地方 同樣有一名女子受傷倒地 到底發生什麼事 女的下來門沒關 結果她一直退... 然後因為把你的撞倒 然後暴衝過來 目擊民眾表示 這名駕駛凌晨在附近酒吧 喝完酒 開車和女性友人 準備離開 一次車門沒關 旅程客下車查看 卻遭到酒醉駕駛倒車撞上 接著再暴衝撞上大樓柱子 強大撞擊力 把柱子水泥石塊 撞得散落一地 車頭也凹陷變形 你有印象說 你車子怎麼開到那個上面的 我沒有開車子 時間149側的 是0.97毫克 他聲稱他是跟友人去親身 自裝昏迷 早時駕駛 好不容易恢復意識 卻還企圖說謊 但原警一九側 男子立刻無法狡辯 男子和女性友人喝完酒 開車上路 卻撞傷女友 還保充自撞 誇張行為讓原警 也忍不住 只搖頭 記者高燕泰 陳招鼓告訴我 還保充